我们读一段经文 也稍后胡传道和我们分享的信息 记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然后我请胡传道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法提摩泰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泰的明正 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路 代我仗儿子代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 就盼望立刻打法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法以巴忽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同作公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衰容的 他肯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神念吻他 不但连恕他也连恕我 免得我悠常介幼 所以我愿发急速打法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少些休守 故此你们要在主女欢欢乐乐的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为他作基督的功夫 几乎致死 不顾圣命 要保证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各位请互传读 大英姊妹早晨 感恩又可以回到我们的舞会 跟大家分享信息 我实在是觉得每一次 能够在大家当中 和大家一起去服侍是一个很大的福分 虽然平时我们每一个星期日 我都未必在大家当中 我们教会在Montre Park的直堂 欣赏之家去服侍那一帮的移民 但我想在神的国度里面 其实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是同心 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的神 同一个主宰 同一位的圣灵 同一个的信仰 所以我们是彼此的配搭 在神的国度里一同去做工 但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当中 去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是一件很大的福分 也都带给大家 在我们在欣赏之家 大英姊妹对大家的问候 过去这个星期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新闻 最大的新闻就莫过于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哈马斯这个群的冲突 令到很多很多人死亡 很多很多人家园被毁 所以真的大家要为这件事去祷告 在战争里面 我相信最惨最惨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 那些家园被毁的人 所以已经死了几千人 大家看下去 战事会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真的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他们这个战争当中去祈祷求神 就是在当中将死亡受伤的人数 减到最低 也将安慰大臂那些受到伤害的人 过去这个星期还有第二件事 让我非常之不开心 如果大家知道 你看球队的话 我是一个球迷 我什么球都看 尤其是棒球 Baseball 本来想着今年 L.A.我们Dargers都应该有些机会 因为他们有好几个明星的球员 在全个联盟里面 打击率很厉害 打点也有很多 一路过关斬仗 打入季后赛 想着另外那对阿里桑那 真是差异的 应该没问题的了 谁知道季后赛第一队就被人3比0的总数比分 就斩了 但还令我生气的 就不是他们只是输了 他们还是怎样去输的问题 第三场已经输了两场 去到别人家打 竟然有一个阴灵被人打了四支全女打 这样输法 还要他打四支全女打 里面那些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有两个听过的名字 有两个我听过都没听过 不可以说他们差异 打到这个职业棒球应该都有这样的水准 但是那些跟Dargers那些明星比起来 哇 这些真是小孩子 怎会那些这么明不见经传的人 都可以打到全女打 赢Dargers 哇 真是 不过给我一个提醒 我经常都在想这件事 其实原来赢球不只是靠那些明星球员 不只是棒球 你看看蓝球 LA Lakers有些最强的球员 但是他们是输球的 就是球队不只是靠最强的一个两个 原来是靠很多在旁边的所谓role players 甚至有时候坐在板凳上 一有机会就可以上场代打 代跑的人 在圣经当中 当我们看宣教 我们很快想起仕途保罗 到处去宣讲神的福音 建立教会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那些超级的明星 那些很厉害的人 但是我们就很少去留意 他的团队里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人 那些role players 那些可能我们不是常常想起 或者常常会记得的人 有些甚至可能连个名字 就是说完之后就忘记了的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刚才主席带我们一起去读 《菲勒比斯》第二章的那段的圣经 提到两位平时我们不是很想的 这些role players 其实是他们的伯人 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 有什么方法 通常大家读圣经 一读到有两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跳过去 第一样你读到立刻跳过去的 就是家谱 尤其是旧约的家谱 你一跳碰到家谱 行了不用提那些人 第二样其实就是人名 很多人名人物 读很巧合 那个字也很巧合 所以我们读到这些 很快我们就跳过去 但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看到 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好好地去看一下 在保罗的笔下所写的两位同工 在圣经里面是如何记载他们的 因为我们是说到《菲勒比书》 很快给大家一些 关于《菲勒比》 这个地方和书卷的背景 《菲勒比》这个城市 在今天的希腊 在爱琴海的北岸的一个港口的城市 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在欧洲所建立第一个大的城市 波罗去到就是《菲勒比》 他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菲勒比》这卷书写成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后 建立教会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后五十年 是《士童院》十六章所写 但保罗写的时候 他已经在罗马坐牢被冤禁 所以可能是大概他建立教会之后 大概是十一、二年左右 十多年的时候所写的 在罗马写信给他 他在欧洲十年前建立的教会 《菲勒比》的教会 《菲勒比》教会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就是他在建立了之后 一直都在福音上 支持保罗的工作 第一章很快 《文安》之后 保罗为了菲勒比的人 感恩和祷告 然后他就说为了福音 因为保罗被受捆绑 在罗马坐牢 但福音仍然去广传 他就非常喜乐 然后他说他自己 原来他为主而活的心子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别害怕 我不是叫大家读 这个《I-chart》 我们为何保罗在第二章 他记载两个同工的名字 在书信里面 通常很少在书信的中间 是去写人物的 书信的结尾有 提到他们的人 保罗的同工 或者问候 对方就信人那边的教会 在这些教会书信里面 很少是在书卷的中间第二章 其实比书一共四章 就去提到人 人名 并且是用了十二节的篇幅 是他讲两个人的人名 很少见 所以我们就问了 为何在中间要讲一些人 你不是等到结尾 才提到他们的名字 有目的 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 原来一开始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保罗去圈戒 腓立比的教会 要在基督里面合一 然后他用了耶稣基督 那个谦卑作为一个榜样 那段很精彩的 第五节到十一节 我们讲到基督论 一个很主要的经文 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碑 很精彩 然后中间那一段 是由十二节 去到十八节 保罗去圈面 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要 将生命的道 显明出来 我们有些同学想 生命之道 那一节经文 word of life 这一节经文 将生命之道 去显明出来 什么是生命之道 上帝救赎我们 彰显福音的大能 那我们跟人们去分享 这个就是生命之道 上帝救赎我们 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救恩 以至我们本来一群的罪人 今天有这个福分 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被神所拯救 这个就是生命之道 所以保罗去圈面说 你要说出来 我们要分享 所以在中间那一段 保罗是说 既然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福音 我们就有这个责任 将神的道 去和人去分享 这个是中间那一段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不只是到十六节 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 原来保罗说 十二节已经说了 神在祂 为了祂自己的美意 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功 使我们可以立志和行事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good purpose 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做功 我不知道大家 你有没有试过旋福音 有 应该大家都有 难不难啊 难 有没有人信主啊 你传的时候 都有的 可能爱不来有一个两个客 除了我们 牧师或者 如果不是呢 我们报道 传福音其实很难 其实我想说不是难 其实如果你靠你的口才 去传福音 是不可能令人信主 除非是什么 神自己动功 神在那个人 听的人 他心里面去动功 所以其实 不是我们有多聪明 或者要有多口才好 而是全部是上帝的工作 原来福音 是上帝的大能 罗马书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所以当我们说 宣教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 但是福音 将生命的道 彰现出来 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命 上帝托付了给我们 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做 或者不做 这个托付已经给了我 给了我们 今天每一个人 上帝将我这么伟大的使命 让人去得着 这个救恩的使命 上帝说 我和你合作 我们一起去 但不是靠你 是神自己做 你跟着我 所以当我们说到 将生命之道 去彰显 这个这么伟大的使命 交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着 我自己很厉害 怎么厉害都不厉害 比使徒保罗 但就算连使徒保罗 他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做什么 是上帝自己做了工作 所以宣教 传福音 是上帝 这位宣教的上帝 他自己走去 做福音 做宣教了先 我们是跟着他出去 看看他要我们做什么 执头执尾 是吧 昨天下午很感恩 我们有一个宣教联会 我们下午又讲完了 顶姊妹有很多短宣队 宣教机构 在那边 Fellowship Hall 我们有些 booth 很多顶姊妹 在当中去帮忙去参与 多谢David 我们的LMC 在当中一起帮忙 到最后收拾东西的时候 有些东西都骗了 地上又骗了 那大家就去帮忙 是吧 见到有东西做 那就去帮忙 神的工作 整个福音就是这样 神做了所有东西 我们去帮忙 但是要不要帮忙 要 因为这个他将使命 交托给我们 所以中间这一段 保罗是说 将生命的道 传扬出来 然后下面那一段 他就说他两个的同工 稍后我们会看 所以你看到第二章 那个铺牌就是 耶稣基督 降悲成就了救恩 而将这个使命 上帝托付了给我们 要将这个救恩 生命之道 去彰显出来 靠谁啊 靠保罗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不单止是这些 superstars 这些超级明星 更加是靠 接下来两个 很平凡的仆人 所以接下来 在第二章 第三段 保罗就说 有一个平凡 但是中心的仆人的榜样 提摩太 和尔巴佛提 很快我们看 第一个提摩太 对提摩太的认识 他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场 这个人物出场 原来在《士图行传》第十六章 刚才说到 记载保罗去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原来提摩太 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妈妈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 父亲就是希腊人 可能父亲就是外邦 就是不信的 但是那里的地方 他们住的地方 以我们的弟兄们都称赞他 赞他 提摩太这个人 人品好 第二次是讲到提摩太 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这个就是保罗 个人性的书信 写给提摩太的时候 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 就和提摩太说 我记念你心里面无偽的信心 这信心原是在你的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 由你基心里的 哦 wow 原来提摩太他的祖母 已经信耶稣了 接着是他妈妈 所以他从小 在他妈妈和外祖母的影响之下 他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了解到提摩太 保罗称他是儿子 还有他家里面 他有一个信心 一个信仰的传承 这个也给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子女的话 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女 从小他们就学习 敬畏耶和华 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能够看到 上帝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父母的身上 所作的美好的工作 以至他们小时候 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有这个信心 他们认识神 他们愿意去专注为大 其他信仰的传情 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提摩太 但保罗跟着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在弗洛比书第二章里面 他当提摩太是什么呢 他说 没有人与我同心 真正关心你们的事 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 没有人与保罗同心 关心肥立比教会的 弟兄姊妹的事 英文是说 I have no one like him who will be genuinely concerned for your welfare 昨天我们下午的讲完 Pastor Gable 他讲的时候 他常常用一个字 重复了好几次 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说 我们对人有compassion compassion for people 你对人是不是 你 genuinely concerned for他们的well being 这里讲的就不是 对不起 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 都犯了这个犯 以前我也犯了这个犯 我们很想人家回来教会 非常好 很想人家礼拜日 来到我们当中 和我们一起聚会 很好的 但我们常常做 做什么呢 礼拜六晚客 喂 明天来教会 一个星期是那一次的 以前用电话 现在可能WhatsApp Signal 你用什么 很想他来教会 礼拜六晚客 明天来教会 那你从那个被邀请的人的角度去想 你关心我 就是叫我明天回教会 如果他还没相信的话 但我们是不是 genuinely concerned for他们 其实 要面对什么呢 我们在 恩上那边 直堂 我们接触了很多新移民 来到这边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们都经过这个阶段 新移民来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挣扎 怎么样适应 开车 去哪里买东西 去申请这样那样的东西 很多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是常常 你不要只等到礼拜六 我经常跟我的同工说 你平时 你礼拜一 你打电话给他 你问候他 有什么我们要帮忙 你的子女读书现在怎样 进了学校未 你们申请嫁照 医疗保险 有没有困难 我们有认识的人 可以帮到你 就是我们是不是 genuinely concerned 他们的well being 是不是有compassion for people 为什么我们有几队的短孙队 今年感恩我们能够 再次去 临隐私 带我们去 Berlize 我们去香港 去菲律宾 很多跟我们不同的人 尤其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compassion for他们呢 或者说 不关我事 这些人跟我很不同 compassion 没有人 好像提摩泰那样 去真正关心到 那些信徒 他们生命当中的福祉 还有 保罗再加上 因为 给一个原因 大家只顾自己的事 而不理耶稣基督事事 哇 这个很严重 其实很多人 可能只是 做了很多表面的事 they all seek their own interests 我们只是关注了我们自己的事 那关注自己的什么 保罗其实在第二章 说耶稣基督 他要大家去 效法主耶稣基督 那个榜样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第二章一开始 就说你们不要 只是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Look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看别人 不要只是顾着自己 其实 我们都很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自私的 对吗 当我们去说 这里是提醒 我们说 不要自私 不要只顾着自己 你有没有试过 在公共场合 有些人大声说话 很大声 有没有试过 可能有时我们自己都是 很大声说话 旁若无人 试过 你有没有试过去 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那条路 中间的行李很窄 但中间就有部车 有些东西在上面 但人就不见了 因为去了第二行看东西 但是那车就在中间 那你的车 我推着一辆车 他和你的车在中间 阻挡着我 经常我都要遇见这些东西 我就要把一辆车推到一边 那我的车推才能推过去 那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去第二行看东西 没有问题 你就把一辆车推到一点 等别人可以过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经常都是顾着自己 我们看我们自己 我们不会从人的角度去想 所以普罗说 其实我们很多人 我们只是看着我们自己 所以当我们说到要去宣教 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一说到宣教的使命 走出去 去到那些未得之文的当中 将上帝的福音 向他们去传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理由 就是 No, no, no 我很忙 那些牧师传道人的事 我很忙 忙什么 忙读书 我们学生的时候 忙做读书 毕业出来 我们忙着找工作 有一份工作很忙的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要去打拼 所以很忙 然后之后又怎样 要结婚 要生孩子 要有小孩 很忙 小孩出生 照顾小孩 很忙 之后去到中年 开始中年危机 那些年轻人都上来了 我不再不拼 不行了 被人淘汰了 然后很忙 然后再迟些 我就快退休了 没有钱 没有钱退休怎么办 不行了 都要赚多些钱 预备退休 退休了之后 哎呀我要臭孙 如果我们忙 我们总是找到借口 大兄姊妹 一定有借口 只不过是 我们生命的priority 是什么 优先次序 是什么 有很多大兄姊妹 我很感恩我们当中 有很多大兄姊妹 Carolin Steven Andrew 他们每年都去 去做短孙 他们不忙吗 忙过你和我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 他们又可以去 所以这就是 生命优先次序的问题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不懂得传福音 我想去 但我不懂得传福音 我刚刚说了 不是你传 上帝传 上帝已经在人心里 动工 我们只是去执头执尾 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 但如果圣灵感动我们 就算不懂 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 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去宣教 去传福音的阻难 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 compassion for people 看不看到人的需要 感恩 今年我们 多谢David和我们的LMC 我们开始教会能够有我们自己的宣教基金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去支持宣教的时候 不要说我身体不舒服 对 弟兄姊妹真的有些身体上面有不方便 没得去的 用钱 用祷告 支持那些能够去的那些人 所以你可以支持我们 Arcadia教会 我们自己的Local Mission Fund 可以是写LMF 或者我们是支持一些特别个别的宣教 Balice 香港 菲律宾 明年我们国语堂会去到Miyama 可以支持我们不同的宣教的团队可以出去 也不要忘记 一会儿我希望我们有联会的宣教 我们联会仍然都支持很多不同的宣教 如果你写Missions 我们就会支持我们联会的宣教 所以大家可以用祷告 用我们的金钱 我去不了 我们让其他弟兄姊妹代表我们去 我们在后面用祷告 用金钱支持他们 没有藉口 我们可以参与的 只不过是你怎样参与 接着保罗再说 提摩泰已经证明了他的为人 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去服事主 一同为了福音去服事主 所以提摩泰除了他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信仰的传情 他有好的明星 他不只是顾着自己 他是想到其他人 并且他是愿意用福音 为了福音的缘故去服事主 这是第一个保罗的同工 提摩泰 第二个可能大家更加不熟悉 以巴忽体 是谁 原来整本圣经里面 就是腓立比书里面 说了这位同工 哥罗西的以巴忽体不是同一个人 两个人 以巴忽体 他是什么人 保罗他是我的弟兄 跟我一同作功一同作战的 你们为我的需要 差来服事我的 原来以巴忽体 他是保罗的弟兄同工和战友 原来是腓立比教会 听说保罗在罗马坐牢 知道他有很多的需要 就将以巴忽体 原来是腓立比教会的人 差去罗马 去那里服事保罗 是这样的人 接着他说 他一直在想念你们众人 想念腓立比自己的舞会 的弟兄姊妹 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 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就非常难过 原来以巴忽体 在服事保罗当中 他病了 他说因为 以巴忽体这个人 因为腓立比的信徒 听见他病了 他很难过 以巴忽体很难过 对吗 不是腓立比的人难过 是以巴忽体很难过 为什么 你不要忘记 那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一个WhatsApp 一个微信 就可以搞定 那时候 你从罗马到 菲利比 很远的距离 靠人 或者靠马车 去送信 几个月之后 才可能收到一封信 再几个月之后 才收到一封回信 对吗 所以 我们经常都很挂念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移民 其实很清楚 他们有时候 自己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病 他们不敢跟家人说 不敢跟 比如国内 或者香港的家人 有时候他们不会说 为什么 怕他们担心 因为不知道 他们在这边 到底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 不说 为什么 担心他们 怕他们难过 以巴忽体就是一个 这样的人 他自己病了 他怕他自己 没有会的弟兄姊妹 听见他病 难过 所以他 难过 所以说到什么 都是 不只是顾着自己 不只是想 自己的一个人 接着还有 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 无着生命的危险 差一点 爽了命 这里没有具体说 他为什么差点 没了命 只是说他为了基督的工作 冒着生命的危险 可能为了保护 保罗 可能其他的原因 可能被人打 差一点 爽了命 但是都是为了基督的工作 所以以巴忽体 保罗的弟兄 同工 战友 肥立比教会 派他去服侍保罗的人 为了别人着想 不自私的一个人 以及为了基督的工作 不顾 性命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看提摩泰和以巴忽体 这两个人 提摩泰 你说保罗的儿子 也算是出名 但是接着 教会历史上 就很少再出现了 根据一些文献记载 原来提摩泰 是很快 亦都是殉道 为了福音 为了信仰 他殉道 所以以后 也都没什么人 再记得他了 除了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提了很多次 以巴忽体 你根本就 除了肥立比书 其他地方 听不到了 很平凡的两个人 他们都是 保罗的同工 都是一些 不是只是顾住自己的人 都是 两位为主而活的人 不是围着自己 围着主耶稣 所以保罗在 罗马书十四章 他说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 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我们被耶稣 基督的福音 救熟了之后 我们就属于耶稣 我们不再 属于我们自己 所以当上帝 呼召我们去做 去走出去 去宣教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只想 哎呀 我有什么不行 我不行 我不行 而是说 主呀 你要我去 我就去了 活活活活死 总是主的人 今年有机会 跟我们一队的团队 去到香港 正生书院 去宣教 我相信因为 Andreel 掌老在当中分享 大家应该都听过很多了 昨天下午 如果你有来 在我们的 booth 你都可能听到我们的介绍 所以很快地简单地说 正生书院在大嶼山 芝麻湾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要在中环搭船 去到长洲 然后在长洲再转船 去到芝麻湾 那个地方 正生书院的所在地 他们的校舍 其实很简陋 很简陋 他们在那里 读书生活 大部分的时间 就在一些很简陋的地方 去生活 设施也很简陋 我们用这些 就是portable的厕所 我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呢 每天早上 就是跟他们有 这个morning devotion 零修 和一些分享的时间 大概有45分钟 至1个钟头 就是带领他们的学生 一起去做 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跟他们一起唱诗 但最重要的是 跟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的煮菜 一起的食饭 一起跟他们一些学生 去有聊天交谈的时间 还有是他们当中 好几位的弟兄 还有男子女子 都有几个音乐很厉害的 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夾 我们当中有两位学生 就跟他们一起去夾band 一起去唱诗歌 有一位老师 我只是很快地说 这位老师 他叫杨 Sir 他在正生二十年 二十年 我们去一个礼拜 我们都不太行 他觉得二十年 他原来读中学毕业之后 他就去了英国留学 英国留学完了 学完了 回香港 跟他太太结婚 之后 做了几年之后 他说神夫照他 就进来正生做老师 一做 就二十年 他现在已经有一儿一女 两个都在读中学 二十年 我问他 我说什么令到你来正生 顺带一提 他们做老师的人工 大概在外面 在香港做老师的人工 大概六成至七成的人工 所以人工很低 但是他们在里面住 一个星期有三四晚 是和学生一起 在里面真的住 早上有时候 他们可以回家 因为他们有家庭 他说没有 就是觉得神夫照我 他跟我说 他说我见到这班学生 有很多曾经犯过错 有些是政府转介他们去正生 有些是家人叫他们 有些是自己离家出走 后来进了正生 他说我见到这班学生 如果我们都不去做 谁去帮他们 如果我们都不做 谁去帮他们 很简单 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一些事 很平凡的一个老师 这就在正生二十年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神不是呼召 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 神也不是呼召 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 但是其实神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 神要我们去做事的时候 宣教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摆上 你看看神如何带领我们 我们欣赏之家教会的直堂 原来在Montu Park 已经八年了 八年当中 有很多ups and downs 我会说可能 downstalk ups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 我们学生团契 从第一代开始 刚刚做 第二代是疫情之前 疫情基本上 我们整个学生团契 就摧毁了 我们没有了学生 现在已经是疫情之后的 第三代的学生 感恩神都给我们 可以重新开始 由我们的群体当中 去栽培 牧养一些学生 现在我们的教会 可能跟之前 也有些不同 有成人的家庭 在我们当中 无论是香港来 在中国大陆 过来的一些成人的家庭 也感恩 今年年初 我们有几位的妈妈 因为他们的子女 都是读小学 所以他们平时 要车他们上学 接他们放学 所以他们说 我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可以让我早上 日常是可以这样做 还不是我要去车子训练 他们说不行 所以他们几个人在家 感恩他们 因为日常有时间 所以我们星期三早上 就跟这些妈妈 上学英文 教他们英文 一些很简单的口语 单词 慢慢就建立了关系 这四位的妈妈妈 他们也有参加我们教会 今年我们一起去 配午餐 送给那些无家可归者 他们又来参与 也感恩 就是建立慢慢慢慢的时候 几个星期前 一个月之前 他们愿意我们一起开一个 alpha的课程 我知道 Kadia 我们教会 明年我们有alpha课程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为这几位妈妈 我们就开始了alpha的课程 他们都很好 开始了两次 他们分享 我听他们的回馈 都是 OK啊 好啊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说 但我想说其中一位的妈妈 和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现在是九岁 读着四年班 他有一次 大概一个月之前 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崇拜的聚会 刚刚这么好 那一天是我带崇拜 那一天不是我广道 但我带敬拜 结束之后 她就上来问我 这位妈妈 就上来问我 因为我带第一首歌 是《你座着为王》 她就问我 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我没有解释给她 因为我的flow是这样 所以选了这首歌 然后她就跟我说 原来她在大概十年前 她自己已经来过美国 那时候她的儿子 她就拖着儿子 在那个时候 有人带了她回教会 所以她回了教会 一段几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她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因为她身体有病 她拖着儿子的时候 所以她很大的挣扎 就是有危险 就是拖着儿子的时候 她的挣扎就是 我要不要继续去拖她 只是我应该做 就是不要了 刚刚她回到教会的时候 就听到这首歌 就是《你座着为王》 当时她感到上帝给她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说不用怕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 是上帝做主 上帝座着为王 所以她在这首歌里面 她就得着一个安慰 她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她就决定 继续她就生了这个孩子 这个儿子出来 之后她就回到中国 在两年前就和她儿子一起 再回到美国 现在在我们当中 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回来 这个神又让我听一首感动我 就是《你座着为王》的诗歌 但我想一定是有一些意思的 等一下 你没有发现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选一首诗歌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对一个人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不懂得唱诗 但是我们教会 就是人手的问题 所以我需要去大诗 但原来上帝就可以用着 我们一个这么平凡的人 去成就 他要成就那个使命 带回这个妈妈和她的家庭 回来教会 他现在每个礼拜日 他还带他的朋友 又是另外一位妈妈 一起在我们教会当中聚会 等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再平凡不过 我们能够做的事 其实很少很少很少 但是因为我们后面的威神 他厉害 不是我们厉害 是他厉害 他可以做事 还要他想用我们 透过我们去完成 他伟大的使命 提摩泰 以巴弗提 两位平凡 但是却是忠心的牧人 就是神叫他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警察你去 服侍保罗 他就去 关心其他人 那就去关心人 上帝用你和我 去实现他伟大的使命 你和我都是很平凡的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偶然之间 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是因为这位上帝 他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 和我们是愿意 摆上我们自己 我们在七祈祷 天父感谢你 你是那位伟大的宣教的上帝 你的心意 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你的心意是你的福音 要全遍地极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愿意回归 愿意归向你 但主要我们更加感应的是 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一帮很平凡的人 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保罗 但我们当中有很多提摩泰 和尔巴佛提 就是你和我 很平凡的人 但上帝你就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 去成就你自己偉大的事工 最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说我不肯去 我不愿意去 还有什么借口去推堂 最后帮助我们 今天在你自己的圣经 你的话语里面 去提醒我们 激励我们 就学习这些很平凡而忠心的仆人 你给我们的呼召 无论是什么 或者是去参加短孙 或者是在本地 我们参加一些宣教福音的工作 或者只是服侍我们身边 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 主人你用我们 去成就你自己 伟大的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的徒告 我们愿意摆上 去跟随你 求主你使用我们 带领我们 也都祝福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 去宣教的教会 谢谢你 听我们的弟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让我们用一首的回应诗歌 回应歌 刚才会传到 我们所说的信息 是我愿为你去 各位希腊 这首歌是用国语 来唱的 用神灵于我 为我死心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生活要自写起和思雨 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一生 荣耀救助 让万国的荣华 进度四色 使我勇敢的心 愿意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宁恨受 因我前行 我自愿 和你心意 开瓦室为神职 受苦为消失 受苦为消失 靠你第二点站立 听恨受 因我前行 我自愿 和你心意 开瓦室为宣誓 受苦为消失 靠你第二点点站立 神圣的爱融化我 神圣的火 恶恋我 神圣的使命 在呜我 神圣身的灵 引力我 第鱼恨受 因我前行 我自愿和你心意 开万事为生事 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 平衡手因我前行 我自愿和你心意 开万事为生事 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 靠你的恩典站立